我們的主持人,然後中興主任還有中興同源,大家好 我是泰山職業訓練中心的助理研究員 我姓劉,劉邦的劉,恩惠的慧,然後評水相關的劉慧平 那首先呢,先由我來,先說明一下多元就業開放案的相關的一些產品的介紹 那我想請問一下,在座有人沒有聽過多元就業開放案的嗎? 有嗎? 喔,理事長沒有聽過嗎? 喔,好,OK,沒有關係,我有準備 對,沒關係 聽過了幾少? 因為我想聽過的會比較多啦,因為裡面有鄭老師,有張董事長嘛 所以聽過的會比較多 那首先呢,我先針對什麼叫做多元就業開放案,先做一個介紹 其實它的前身就是永續就業工程 那永續就業工程它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說,在民國88年的時候發生九月一大地震 那我記得那時候當時,我剛好也是就是台北市政府的那個社工員 那剛好有過去到了那個台中線的石岡鄉 去幫忙做那個921的災區的需求調查 然後就發現說,其實災區的民眾 他們除了在地震後很想重建家園之外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說 他們想要有一份工作 然後想要恢復當地的在地的產業 那所以在民國89年的時候 然後我會他就推出了永續就業工程 這個專案 然後幫助在地的居民他們能夠有一個就業的機會 然後這樣的概念慢慢的發酵 因為那時候的成效還不錯 然後這樣概念慢慢發酵 然後延續一直延續到全國 然後就變成了現在我們在執行的多元就業開放案 那它的目的呢 也是為了要振興在地的產業的一個發展 然後另外呢,產業發展之外 還可以出現在地的那個民眾的就業的一個機會的擴增這樣子 所以,這大概是多元就業開放案的一個全貌 那另外它有分社會型跟經濟型 那主要呢,接下來我要介紹的產品 大部分是屬於現在在RUN的經濟型的一個單位 那首先呢,我要先介紹的是新竹縣的釋燃文化協會 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呢 他們也是成立一個新埔的釋燃坊 因為我們知道說在台灣的 慧琳我插一下 因為你講得很好 然後我們現在大家要趁這個機會 我們請來的也超貴的 我們早來 上面有一點的,是甜的 另外一個是那個蔡寶米的 蔡寶米,現在有個公共事就大家聽了 所以我們現在十分鐘嘛 所以我們十分鐘之間會把它講完 吃完 記得要留給我 記得,你慢慢等 好,那這個協會它成立了一個新埔的釋燃坊 好,因為我們知道說台灣的釋餅的最大的產地就是 新竹縣的新埔,新埔鄉 好,那 那我們在產飾品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很多飾脂的皮嘛 對,那這些皮怎麼辦呢 那當地的軍民呢 他們就把這個皮加工做成飾染料 然後再用一些工法 就做成現在 大家看到上面照片上的成品 那這個 他們的成品特色有幾點 我先說明一下 就是說,大家知道如果是植物染的 染料去做的衣服 或是這些成品,洗久的會褪色 好,可是柿子的染料 它洗久反而不會褪色 而且呢 它經過陽光的曝曬之後 反而顏色會越變越深 那為什麼呢 因為柿子的皮裡面有 有包含兩個成分 一個是丹寧酸 一個是膠質 然後經過那個太陽曬曝曬氧化之後 它反而顏色會變深 然後另外一個特色呢 雖然大家看到說它好像是 黃黃褐色,跟它土黃色這樣子 可是你看,經過那個多層次的加工之後 它的 其實它展現出來的紋路 可以像我們那個真皮的皮質一樣 然後可以做成各種不同的生活日用品 那現在這個 左邊這張照片它是一個筆記本 那右邊這個是一個十二生肖的 一個小布偶 那這個是馬叫做馬上有錢 這個布偶的名字叫馬上有錢 因為它柏子端掛了一個錢幣 就是很有很吉祥的意思這樣子 那這是第一個典範 那第二個典範 我要介紹的是台灣原住民 原住民族部落 多元遊戲關於協會 那其實它是在桃園復興鄉的 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 卡拉工坊 卡拉部落他們所成立的卡拉工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們所做的一些 編織品 泰雅族他們是以編織為主 那他們編織品有個特點 大家可以看這張照片 跟下一張這張 覺得有什麼 有什麼一樣的地方嗎 就是圖案有什麼一樣的地方嗎 其實很明顯的 這張上面的編織 大家可以看中間那條紅色的袋子 遠看有個菱形 那底下這個是手鏈 它是用串珠串的手鏈 也是以菱形的元素為主 那為什麼是用菱形 因為在泰雅族裡面 他們的傳統是 菱形代表是一個祝福的意思 所以他們把這個對人的祝福去落入到他們的文創商品當中 那這個是他們的 就是 左邊是掛那個識別證的一個 一個串珠 那右邊是他們 當地的一個野櫻桃的 他們所製造一個濃縮汁 這是第二個典範 那第三個典範呢 就是說 是苗栗縣火炎山 月裡沖擊善品原生態 如何犯協會 大家看到這張圖會想到什麼嗎 我們現在有點看圖說故事 因為我上面都是圖都沒有文字 對你說對了 就是這個就是那個 稻跟鴨 它的專業名叫稻跟鴨 那其實稻跟鴨 它是我們很久很久 祖先傳下一個自然的農法 那因為工業時代 經過工業時代演進之後 我們強調是機械式的那個 稻作 然後漸漸漸漸這個工法就不見了 那這個 院裡的這個 這個人為發展協會 他們剛好是 苗栗剛好是處在那個 台灣的南北交界的地方 所以他們那邊的一個 氣候變得很特殊就是說 南邊可能在出太陽 然後北邊在下雨 所以 又經過說他們是位主在大安西的那個 西畔 所以他們就 土地就變得非常的肥沃 然後很適合種稻 但是經過社會的變遷 就是 稻作變得很價 價廉 因為我們加入WTO 很多的那個稻作啊 農產品變得很低廉 所以很多人不願意再種稻 那青年人口也流失了 那這個協會為了解決 在地的老人跟兒童的照顧問題 把這些青壯年人口找回來 所以呢 他們就把這個自然農法找回來 那為什麼 我們生態 生態鏈乾淨平衡了之後 自然就會生態元氣就會起來 然後就可以發展成在地的一個產業 跟在地的一個就業 拓展就業機會這樣子 那這個是他們的 呃 鴨哥米的照片 那其實它沒有萬一很貴 像這種想包的 一包才一兩百塊而已 它不會很貴 那這是第三個典範 那第四個是 呃 有限責任新北市娃娃社區 合作室的美寧工坊 這個就是要講一個故事就是說 呃 我們女孩子小時候 都很夢想要一個芭比娃娃 我以前小時候也玩過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說 原來芭比娃娃是在台灣製造的 就民國五十六年的時候 美國的那個Matteo公司 跟台灣的一公司合資 然後在台灣的泰山鄉 成立美寧工廠 然後那時候是 當時是世界上最大的 芭比娃娃的代工廠 那當時大概有三分之一的 泰山的人口 全部都在美寧工廠上班 再最巔峰的是 在民國七十二年 大概他們的員工有八千人 幾乎裡面很多都是泰山人 所以美寧工廠 等於是跟泰山的生活 是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他們是緊密結合的 然後當時就是有很多人 會稱在工廠裡面工作的 這些女孩子叫做美寧姑娘 所以他們泰山現在有一條 小的一個街道叫做美寧街 那那個美寧工廠就在美寧街上面 這樣子 那為了 然後在76年的時候 因為可能是因為成本的關係 所以Matteo他就退出台灣 然後整個工廠收掉了 但是泰山人他們還是很嚮往過去 那些很美好的一些代工的人文歷史 所以透過這個 現在這個芭比娃娃的創作 又想要把這個回憶留下來 那現在大家畫面上看到這個偶體 其實芭比娃娃的偶體是有專利的 那台灣在跟美國就是買這個專利的時候 其實他是台灣是沒有辦法是做出自己的品牌 所以他們現在研發自己的偶體 就是大家照片上看到的 就很漂亮 他們叫做美寧姑娘 那上面的蛙衣也是他們自己創作的 那包括說 就是火車那個東山站的站內 那為什麼他們會去想要發展這個皮雕的裝飾就是說 皮雕的飾品就是說 因為他們原本是一個農村人口 農村的社區 然後農村社區他們以前在農賢之餘 就是會喜歡做一些手工藝 木工啦等等之類的 那漸漸的也是一些青壯年人口流失 但慢慢有一些外來人口引進來 漸漸這個社區就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特色 那他們想透過社區營造的方式 把這個社區的特色再找回來 所以他們就開始發展這個皮雕的 皮雕的一個手工藝品 然後把他們以前那種 公藝的一個文化能夠傳承下來 那這個看到大家看到 照片上這是零錢包 那這個就是女生很喜歡用的那種手提袋 大概是這樣 這是第五個典範 那最後一個典範我要講的是 立信基金會花蓮服務中心 他們就是 呃 成立一個新工坊 那立信基金會大家應該是蠻耳熟能想 就是他主要是在做性侵害 還有家暴婦女的一個 一個那個 救助 然後現在他慢慢把那個服務對象擴大到 兒童跟青少年 那新工坊是他們在花蓮服務中心 他們在地的受家暴跟受性侵害的一個婦女 還有單親的媽媽 成立了一個琉璃珠的創作工法 那這些作品呢 都是他們 這些家暴婦女 他們在創傷期之間 這個期間裡面 然後透過他們本身的一個能量的傳遞 然後創作出來的 那 呃 在創作的過程中 他們有幾個目的就是說 呃 第一個 透過這個創作的過程 可以達到一個自我療癒 也就是我們說的 專業一點叫藝術治療 然後可以提升他們自我價值感跟自我肯定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這些家暴的婦女為什麼說 我們一直講 我們會講說他們在陷入一個家暴循環 就是說 因為他們的經濟通常掌握在先生的身上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經濟自主 就沒有辦法離開那個家暴的那個循環當中 所以呃 這個琉璃工坊 新工坊的一個琉璃珠的一個販售 可以讓他們有一些經濟來源 可以脫離那個家暴循環 那另外一方面呢 呃 它也是一種職場的適應 就是在這個新工坊裡面 他們可以取到一些工作 工作人際方面的一個環境的適應 那其實呃 很多多元的單位我們有很多很好的產品 那只是說在這個地方沒有辦法一一做介紹 那其實呃 不同的多元單位他們背後都有一個 人文關懷的故事 然後我們想藉著這個幸福空間 把我們這些商品能夠呃 呃 跟這個幸福空間可以做一個結合 讓我們這個人文關懷可以在我們呃 呃 這個社會大眾之間傳遞 那以上是我所介紹的六個典範 那呃 其他也還蠻多的 那如果說有需要再提供給大家 謝謝 我們尊敬的我們黃主任 我們鄭里市長 我們張董市長 啊 還有非常尊敬的 為我們台灣光產業 不斷的在做教育訓練 來提升我們理數品質的我們 我們副建議副老師 在做所有我們光光產業的奉獻者 大家午安大家好 呃 非常的榮幸 哦 能夠有機會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 哦 我想過去我在做台北市旅館公會理事長的時候 每次只要聽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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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聆聽我們主任的一些感想 內容 我都真的很敬佩 我跟台灣話說說他真有訣采 每次講出來就是會很感動 那因為有這樣的感動 所以我也才敢追隨來做今天所謂 我想我這個就省略了 所謂我們今天這個題目 題目有講到 就是幸福職場這樣的一個空間 我們以我飯店為地 那在講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想我要跟在座所有的先進特別的一個說明 就如同我們主任剛才所說的 我們共同激盪我們幸福空間的職場 共同激盪 那過去我最不願意講到我們旅館的一些事情 從民國九十三年我擔任台北市旅館公會理事長以來 我說到我們飯店 大家就說那很臭味 那其實我比有時候講起來就很感慨 分享變成是一種罪過 那因為過去60年來 現在已經65年 旅館公會好像沒有這麼年輕的理事長 所以我們做理事頂委是往往我們都很低調的 有時候就很客氣 很謙卑 金融都不要說自己飯店 但是主任在說 那你是不是也能夠講講你們飯店有什麼幸福空間 那我在想 因為在座都是在關懷台灣理事業的成長 餐飲業的成長 所以我們共同來激盪 是不是讓更多人來加入這樣的一個發想 一個行動 讓台灣的旅館業真的是充滿了幸福空間 那我的旅館沒有什麼特別 它真的就是一個小飯店 我幾家飯店都是小飯店 那我這一家 用這一家叫做京都商務旅館 它是80年元旦的開幕 那正式營運 它沒有開幕醫事 其實我很多的旅館我從來不做開幕醫事的 因為我聽很多 看很多 就抵摸 低調 比較少有事情的 連開幕都有問題 你看你車怎麼來幫它剪菜 那錢都賣 那當然我是一個股份公司 那股份公司它本身是一個建設公司 這邊打錯了 它是做出建設股有限公司 股東為主 當然家父跟家修在民國60年 就跟我幾位好朋友 來成立這個建設公司 那當然我們是以經營商務旅館為主 那我想為什麼我們會經營商務旅館 我想我也要跟大家報告 或許有很多人知道 我民國62年就在國賓飯店 63年在中泰賓館 我64年畢業以後在漢國街的華爾飯店 兄弟飯店67年6月15號開幕 我是他第一級的從業人員 70年到日本讀書 77年呆了大概7年多的時間回到台灣 那一開始應該就在勞務委會 清武會的關係回來 獎協金回來的 那當然勞劃都看大家做同事 那時候勞務委會是76年9月1號成立 那我77年3月25號畢業於日本大學勞務研究所 那我在日本讀書的過程當中 看了很多日本的經營史 那讓我有很多的感動 當然為了生活也做了大概 兩年的導遊的工作 所以帶了很多客人 在日本各地在旅遊 那當然也在大倉實習過 那在看他們整個日本經營史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一個敗戰的國家 在短短的19年後 他能夠有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 他的新幹線能夠開始來進行 他一定有他的內涵 能夠讓整個日本從沒有到今天 當時叫做日本第一這樣的一個環境 跟一樣的經濟的一個發展 這個時候我發現 日本經濟成長的最大的兩個原因 第一個叫做終身僱傭 第二個叫做聯工系列 那我們講的什麼難以僱傭金等我 都在民國75年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叫做農務 什麼職場姓騷勞 所以我當時回來 就是想說 是不是做這方面 但是回來看 好像自己構成比較不適 那在這樣的整個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就自認為我是一個旅館人 我就在想 怎麼樣打造一個旅館 是覺得說不出口的 而且感到有幸福 當然那時候我沒有講到叫做幸福職場 這個名稱 當然我以命運共同體 共存共榮 利潤共享 家族主義為經營理念 那這個呢 應該都是我在路於日本 學習過程中的一個感受 那我常講什麼叫做命運共同體 還叫做同甘共苦 同仁就是家人 我們是自己的 好拍師 我們都要關心餐飲 大概在兩個禮拜前 我有一家飯店的一個同仁 在我們飯店的附近 發生了車禍 然後被送到馬街醫院 第二天打電話來請假 他說 我三個有車撞到 我怕你沒辦法上班 後來輾轉 我聽到了 其實我痛苦了好幾天 我感覺說 他就是我們的家人 還說撞到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嚇到 我們家庭真的不溫暖 所以每個月的員工大會 我針對這個事情 我跟每家飯店都講 我們是家人 你有事 好拍師 我們都要關心 這個是我很在意的 所以命運共同體 不是用法的 其實在過去這麼多年來 我有時候接到電話 變得比處理完工的事情很多 那當然 共存共榮 我常講 是相互扶持 跟互相依存 我想有一些家族企業 我最喜歡用企業家族 來形容他 但他確實是家族企業 如果說 大拳修理大家家裡做 但是別母常在說 你做大拳都比較厚 你不把修理申請一下 或是大拳 他善於口才 他去做夾部的 修理他寒慢 縱使他可以上課 但是 家師傅這個官僚 他會覺得說 說不出嘴 我哪有寒慢的修理 我就回想四十幾年前 我第一次感到人生的衝擊 是我跟我大哥 我六個兄弟我排第五 我的大哥 在相親的時候 我那個沒有言的大嫂說 要請我們吃飯 因為有這麼多兄弟 要來做我的大拳 這個沒有言的大嫂的父親 是銀行的經理 他就請我們到名聲西路的 佛羅里 那叫最有名的 這個吃西餐 結果我吃完西餐以後 要請我們到新生西餐 現在的中華路跟 這個 應該講說 中華路跟 寶慶路 這三角湯 延環那個地方 叫新生西餐 吃西餐 這是看電影 結果我那個小弟 家裡在開雜貨店 我那個小弟 到了電影宴的時候 一看 哇天啊 怎麼這麼做瓶子 都放在旁邊 就開始收瓶子 你看看 這瓶子一直可以退三塊 退三塊 小小的 這好像拿回來 可以買幾十塊 但是我大概講說 你們手上要請你們看電影 你把我做哪有開的 要來這裡去搶錢 這是我第一次的心理的衝突 所以我才認為講說 共存共榮 就是餓的 勘寒慢的 勘寒慢的 這個當然是 用日本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利潤共享 我想很多的企業 這讓我感受 就在我 回到國內以來 在旅館業我看到了 就很多的企業 尤其很多的旅館 他只是生意人 他不是旅館人 常常都是這樣 想辦法說 可以就賣掉了 但是在內部就講 不要創造多營 要利潤共享 但是他就想說 我有機會 我可以賣掉 尤其我在台北市理事長 我看到台北市 有很多大飯店 經常在對我說 他要賣飯店 我也嚇一跳 但是 要跟他問的時候 沒有了 你聽說 人家說要賣多少 他要那個數字 曾經弄成我也很尷尬的情形都有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說 日本的旅館 他撲一聲鼓勒說 他這個 在跪跪的 那很多台灣的旅館 也會講說 親切公共的 那個老闆 他怎麼做都不知道 怎麼可能在跪跪的 但日本的旅館 他認為 這是他家族的一個使命 過去 我們能夠有第八代 是因為有這麼多的消費者 來關心我們的祖上 所以我們今天繼續存活 所以我們沒有繼續進入旅館 是罪惡的 他們很多的旅館案子 就說 當北部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住那些外奔旅館 都放不下跪了 都完全放棄 不管在東京上班 都在聽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地方 我們講到這個 歷任共享 日本人知道 你真的是有照顧願工 你喊出來的口號 跟實際的行動是一樣 我就想了一段時間 那當然都是很久以前的次了 我就想到說 我們以收入來設獎金 收入 就是說 我們做一個經營者 費用我們開啟是我們管理項目 我們不可以說 不好意思 有啦 你們都有賺錢 但是我都開啟來開啟了 所以你沒賺 所以我沒辦法給你們靠送 我沒辦法本意 我們用獎金 那這個獎金呢 很簡單的就是 你櫃台在收入 你們每一天都有收入 都有記錄 他跟後台的管理部 絕對不會有一塊錢的落差 所以收多錢 我們就是給人多錢 我們工資不賺錢 是我們管理無問題 我們哪個地方有切施 造成我們的費用的增加 或是一些浪費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特別感受到 員工的一千塊是老闆的十萬 因為我剛才講 我是建設公司的一個出身 我們的老闆大家在做建料 我有時候跟他們在說話 我就覺得很沒有一個榮耀感 因為飯店在賺的真的是一點 建料在賺的你是大筆的 你跟他開啟的時候 他都給你看一下 你有時候會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成就感 後來我覺得我要創造一個成就感 我要讓這些股東知道說 等一下 其實你不是給他看一看 你留給你家族的時候 萬一你家族給你補不去 你有一天也沒用懷念 那這個懷念 我也講了一段故事給我的這些股東聽 我也有一個股東 我說日本在賺後能夠這麼樣的前進 其實是他們的經營者有一個使命 也有一個榮耀 結果他把一個公司的一個經營者 當作是一個歡的歡組 這個歡組當跟其他的歡在競爭的時候輸了 他只要是切腹自殺 他的歡名都沒有問題 所以一個經營者要有這種歡組的概念 就是怎麼樣讓這些他的同仁能夠幸福 人家有錢有錢有錢 所以他們創造了一個價值的 他們說 我們這個人死的時候 到底有多少人還要黏香 所以日本的上香是兩階段 第一階段叫做通業 從今天晚上的六點到明天早上的六點 第二階段就是明天的告別式 兩階段 所以只要是好朋友 必須會在這一段時間趕回來 三天後就是通業跟告別式 這個是他們最認為的價值 而且有幾個人就叫那個滾 我們這裡是親人在叫滾 他們那是不是部署比較好的感人 都叫的滾是得了 把他們的百姓作 所以我讓我的國中講說 當你讓飯店來的時候 人家叫那個聲音 你的感覺 你是有感的 你會覺得我怎麼做人做你個單 實際上這是一個建築物 它是只有一個七體 但是因為有這一群人變成有靈魂 雖然創造的利率沒有你們那麼多 但是好像也是很榮耀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是一個有很多故事 很多成果的一個飯店 這我特別要講 那當然講到這個家族主義 我們常講日本在經營史上 講到經營家族主義 那什麼叫做經營家族主義 我想這就是光要門湄 沒有啦 就是說 沒有 我們這個家族主義 說得出口的 我們這個店是講得出口的 然後 它這個講得出口 就是說 我們永續經營 不要沒落 那潦倒萎縮 我剛才常講 我們有很多店 就是建好就收 以及離管業為什麼沒有百年的 因為 我們都沒有這個 說永續的這個概念 就是建好就收 然後有機會就不用 有機會就不用 然後這個家族主義奶對 就是人才的培餘 這個培餘 從僱用到幹部 提升為經營者到參與投資路 我幾家店到後來這幾家店 都是從員工開始做到經營者 做到下一家店的股東 而且他們現在的股份 根本都比我第一家店在京都的股份還多 比我在京都的股份還多 比如說 當時是建設公司 他就是用紅米給你 他哪有股份給你 但是我一直在展店的過程當中 我就是開始問紅米 他就是溝通 我常常開玩笑講說 以後你們就有很多業隊可以給你 要吃一塊那些那些那些 當然教育信念是跟著上時代的脈動 跟能夠創新實現的 這也是我看了臺灣培館業整體 我有時候回來有很多的感受 就是說 怎麼會 這個產業GDP是這麼低的 但是又這麼重要 但是作為所有者 對於說出資者 到底對這個產業的認知是什麼 是什麼 這個地方我想我用這個圖 來做一個說明 我常常講這個是一個三角形的 等腰三角形 三條線都一樣 中間的跟每一個點的一樣 中間的就是這個經營者 我們有出資者 我們有從業人員跟消費者 那我常常講說出資者是積德 是積德 就說啊 以前創造這個事 人家照顧多少錢 這個是積德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價值 我曾經聽過我一個同仁 是顏住民的 一個阿公 他說台塑的王董事長 在出病的那一天 有很多顏住民 大概兩千多個 在林口沿街祭拜 我聽到講的這樣 因為我沒有看到 但是我覺得 這就是王董事長做人的個代 因為有這麼多人 大家自動的感念 說啊 怕你如果沒有錢 好爛 這個記得得 但是今天 可能有很多 比較 無知的一個投資者 他可能覺得說 就好像買股票 我錢給他貼在客戶上 到底這個股票 他到底賣多少 他也不知道說 是賣白粉還是賣黑槍 但是像是說 議員怎麼不去 有去就賣 不去 不去也覺得你賣我也賣 但是做一個經營者 不是 他要對我們的出資者 出資者要告知 我曾經有一個股東 告訴我一句話 因為我們兩年 就輪一個股東 當董事長 已經輪了兩千了 就是說讓每個人都去有改 而且他做當事長 因為有他的工作 有一個董事長 他做了四任 台北縣的縣議員 做了17年 應該四任16年 他做17年 因為中北斷交 他多做了一年 他就講到說 為什麼要摸彩 我嚇一跳 為什麼要摸彩 這個個都摸彩 他說 你不避免 你最高的一萬塊 最高的兩千 讓他抽到兩千 也沒什麼收賄 是不是 平分 平均一人就四千萬 四千萬的時候 他們各年都拜公 罵什麼 菜籍就都有了 你給旁邊摸彩 就從什麼 噴噴就好了 這是他的一個思維 所以 當我們在跟這些長者 在探討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說 管來也有這樣不同的一個看法 那這個地方 我覺得經營者是最重要的 一個企業好不好 這個經營者 真的是最重要的一個key point 就是說 他要有一種 我們要留名 我們有一家飯店 經營的不是很好 我的普通茶問我說 他怎麼會這樣 我說你不要經常說他怎麼會這樣 其實他比我們更難 因為他也有倒數 沒有賺錢 難道 是跟我們沒有賺錢 他跟沒有賺錢 他還要命 所以我才用留名這句話來講 他還要命 那有這個人 你看看 怎麼會這樣經營呢 沒有賺錢就是罪過 那其實很無賣 他沒有以前做到的 他就休息在那邊待命 但是可能大環境的關係 或是哪個地方的問題 但是沒有賺錢是事實 但是他就變成這麼罪過 所以經營者的成功 我想是經營成功的一半 他說他要有一個使命說我留名 那我現在最沒強調就是說 在日本讀經營史講說 所有跟經營分開 也就是出資的跟經營者是不是能公開 讓專業經營的人 能夠去做一件經營的工作 讓專業經營的人 不要說老闆好像什麼都不懂 但他一講幾話好像他都是懂的 這就是很奇怪的一個現況 那這個地方呢 我想怎麼樣讓這個經營者 能夠把這個狀況能夠發揮好 第一個他應該要讓出資者放心 就是說在經營上他在做事 你做事我放心 讓出資者放心 但是要讓員工安心 就是說跟著我賺得到錢 寫得到東西也交得到朋友 不要說賺不到錢 賺不到錢 當然讓消費者放心 所以我把這個三角形 這個等記憶都一樣 你賺的錢都跟著我賺到鼓動 整人飯店也沒有在同心裝潢 沒有在鼓的修散 那個沒有敢 人家住起來就不覺得你沒有進步 我栽培你這麼久 你還是這種感覺讓我感受 所以怎麼樣也讓消費者能夠歡心 然後在這種等記憶之下 來創造這個職場的一個幸福 那因為有幸福的職場 我就用我的例子來講 我想大家都支持做理事長 做頭順甲 做到老公 做到老公 出錢出利出時間 還有其他人也一無不值 所以我們常常講到說 真的沒有做到公益又失定 那企業主呢 鼓勵跟支持我去做公益 回饋社會 我想做這麼多年來的理事長 真的有做到精神和時間 好像整個產業上發生的問題 好像都是理事長你沒有用心 這個是我常常有感受 當然我也感謝我的同仁也協助我 讓我能夠去做理事長做老師 所以我的舞台變大了 我覺得這一句話我要感謝主任 是你教我說舞台變大了 那我今天就是因為有給很多同仁舞台 因為我跟我的股東說 說我們怎麼勾勻給他 我的股東講了幾句話 那我有時候也會不舒服 他說你給別人勾勻 要不然你了錢要怎麼樣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做到現在才沒有了錢可以 只是我這句話這樣講就滿傷的 就是說 事情變成我們的資產 它是我們老的語言 我們的行列 它在替我們談 這樣講話是也滿直接跟噁心的 它在替我們談 所以因為有了第一次 所以才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這些店的一個 他們的股份才會跑出來 那所以在這邊我要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我覺得我在做這麼久的旅館回來 從日本公司的總經理 後來在82年回到京都來做總經理 其實我感覺到就是說 我們常常要跟同仁要定期的會議 然後隨時的溝通 尤其是小旅館 我們沒辦法請讓人吃的 店裡來幫我們做管理 做告有困難 隨時我們也要把一些幹部拉過來 把共同的價值要找出來 什麼叫做好的 什麼叫做對的 什麼叫做SOP的作業標準 我一直感覺到真理越變越明 在這種作業上 譬如說 人家給他一支給你 你到底怎麼樣面對這個 是要把它收起來 還是要拿著衣衫袋子給他裝 還是怎麼樣 我們大家來探討 到底我們怎麼樣 在接待上我們要做到說 什麼叫做賓氏如歸 還是在喊口號 這個賓氏如歸 是定義在什麼樣的一個架構上 什麼樣的一個感覺叫賓氏如歸 那21年來的京都 我辦了12次的海外旅遊 那這個月的12號一梯 18號一梯 到日本的宮崎跟鹿兒島 這次去了 就第12次了 那一開始 我要辦旅遊的時候 普通就很緊張 就花很多錢 一開始 那應該是2000年的時候 那我就跟他講 我說 你如果聽到說我要辦旅遊 你要感覺到是大賺 是大賺 假如我們今天 賺了這麼多 辦旅遊只是拉了這麼一角 所以你如果聽到我說 我要辦旅遊 你會想問我今天太多賺 所以我說辦旅遊 你就覺得今天克氣了 這是第二點 剛才講的地任共享 每個月超過多少 多少營運 你們就分多少 所以每個月都在有感 我們常看到很多的企業主在講到說 最佳銀行今年零五個月 其實我們做一個經營者 我們都不敢講 為什麼不敢講 因為我們不要讓股東有時候覺得不舒服 但他們說我回饋我網綱 其實每個月已經開始再分了 過年用社會標準再來分 其實加起來應該是好幾個月 那網綱啊 探主期他不會隨便離開的 我在學校也教了書 把學生拉到我的職場 有時候探主後 你會覺得 哇 現在的孩子還要探主 不是像這樣 爸爸的孩子還要探主 我們家的孩子也還要探主 我們有時候跟他講到這樣 我自己養大小 怎麼你覺得不一樣 你好像不吃我的飯大小 那這個是社會現象 你夜接觸就有感覺到說 現在探主學生不是以前的 過去的老闆他就是老師 像我在華飯店 我在兄弟飯店 那老闆常常講說 我們家在做防務部 人家在做公圍女士長 過去他讓我們感到說 那種長者的風範 他給我們也是應該 因為他給我們有飯吃 因為他給我們有錢 我餐 我在華飯店 我在兄弟飯店 都沒有餐就餐 我常常敢念 吃飯也比我們吃得好 嚴工的飯都比我們家吃得好 所以我也學習到 我現在嚴工吃飯是跟客人吃的一樣 我人家比較多餐 你們就這樣吃吧 那為什麼 因為 既然是要做家人 就沒有分離我 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同 因為這樣 他有賺錢 離子力絕對降低 你給他講兩句 他能夠接受 你給他講兩句 你看一下他都不舒服了 我偏要再擔憂 因為他覺得我沒得到誰 你連講的管理就沒有 別說你做老闆 然後打造營縮好 每個月就有獎金 我想這21年來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薪資所得沒有降低過 我認為我最大的驕傲是 我只有一次在2月6號 就在6號花薪水 我從來沒有超過5號花過薪水 就一次 21年來 那一次是剛好我一個股東 出國跟剃頭 不會人家因為房台沒辦法 從那一次開始 我就準備同樣的等值的錢放在銀行 不然你怎樣才報仿工 那當然 打造希望跟幸福的職場為目標 最後我應該要跟大家特別說明 其實不管今天在座的 您是經營者 您是所有者 也就是出資者 其實到了有相對年紀的時候 你第一個追求是什麼 是健康 因為我當我沒什麼度好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你跟他比喻的時候 都生死要拜託 那你又怎麼樣 你到底有多少小孩 他可以背你身體比喻 假如說用日本那種經營的思想說 高雖然有大家來幫你關懷 那是你人生最大的驕傲 就說我做人怎麼會比較成功 有這麼多對我的懷念跟追憶 說到我 大家都覺得我這個人不錯 但是老闆不知道 你還要給老闆拿錢 因為老闆你可以幫忙他積德 員工的一千塊是老闆的十萬 那好一百倍 你怎麼樣讓老闆覺得說 你要找機會找理由來犒賞員工 我們十二號跟十八號要理由 我就一直跟我們的官員講說 難道沒有辦法從哪個地方 記得說一人花一萬塊日幣給他們做零用錢嗎 他說你拜託 現在你本來一個人三萬塊五百 一個人三萬塊五百 你本兩腿不可 那就是你做一個經營者 你每天就想我怎麼土地研空 然後讓他們覺得說 這個地方我還沒辦法 我還沒辦法 我想在最近 旅館業這麼夯 有很多官方旅館 一支如以後春筍一支出來 我的旅館 有很多星期館 站在外面的人 我都不看 我都動作不看 因為我都做日系的 我的裡面不是會講英文 就是會講日文的 我都做外國的 我有時候會覺得 騎你飯店 尤其在大飯店 不是用牛玩工的 自己要有一套 那種人才的一個培育 的一個作業 因為這樣的時候 這個產業才會穩定發展 前天也就是11月30號 總統趙健到了總統府六位 跟他開了一個會 我想在網路上你們看 我就坐在總統的旁邊 開了兩個小時 我也特別跟總統報告 尤其講到我們勞委會 就是說不斷的 在做人才的教育跟培育 所以我們旅館業 也用了很多的邊際勞工 私分理性跟二度就業 我想大家講到鋪床工鋪床工 也就是我們講的房屋工作 大家有特別注意到 我到全國各地 跟各個縣市理事長在聊天 我都會發現到 在防務部私分理性的比例 大概是五個有兩個 大概是五個有兩個 這麼高的比例 那假如說我們在這方面 能夠更關心他們 我想他們也會覺得說 這個社會是有溫暖的 還有一個新住民 我覺得新住民 帶給我很多的一個希望 有用了三個新住民 我最近也跟他們聊天 因為到了勞委會以後 新住民說有四十多萬的跟他們聊天 從他們 嫁到台灣來以後 有的十年 有的七年 還有一個是十一年的 到底你到台灣來 你最大的有感是什麼 你最大的有感是什麼 結果讓我發現到 新住民不比我們 我們人的努力度來的差 我感受到 我用一個例子來跟大家分享 我說 那你來到我飯店以前 你在哪邊 我在基隆做過旅館 我說那有什麼不同 他說什麼樣不同 基隆的旅館 那些小飯店 很多的國中生都在裡面 拉開 我一聽 感恐 就是說 我們的未來是這樣子的嗎 那不變成以前 臭鴨變成年代嗎 我就想到這個 我說 你到這邊來 你覺得你跟我們其他的同事 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他說沒有啊 我沒有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我說那你大概怎麼做 他說 我每天中午的時候 要去吃飯 我就先打電話到櫃台 問他說 櫃台人講說 我已經把哪幾個房間做好了 接著 有沒有 什麼樣的房間要早一點做的 你告訴我 那假如沒有的話 是不是引起我 一點以後再來做 這種積極 用心 早上那個造屋的那種炎氣 昨天一早 你看起來好像人褲褲褲 跟我們的同仁來講 那不敢不敢 那個精神不敢不敢 這個是 我在跟他們普通過程當中 我覺得 用心住民 是 很好的一個選擇 很好的一個選擇 我想 在座 有很多 都是長時間以來 來關心這個產業發展的先進 兄姐 那我只是把我在金營旅館的這種做法 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我也不敢講說 有什麼典範什麼都不敢講 因為過去我也從來不講 但是在這個地方呢 我想我把實質的地方 不是說對眼狗 在所謂的人魂關懷的故事裡面 我們做了幾點 我也得了很多的獎 在這方面 我也得了很多的獎 我每一年編了三個名額 在給社會級 一個名額就是2萬5 三個就是7萬5 這是我每年編的一個預算 如果當社會發生重大變化 並說你當 老闆發生異化 怎麼不可以 沒關係 你來我這裡上班 當然社會級 應該不到三個月就把他接走了 但到這邊來就是用一種關懷的作業 關懷 他就是做我們公親的一部分 其實他跟著後面走 拿著桌布 2萬5 第二個就是跟社會級合作 所謂家寶 我是家寶的旅館 我過去從來也沒有講過 因為台中有時候對外面講 那個家屬說你從這裡來 把那個飯店捕你都撞破 家暴的旅館 當然做一個不是警民合作 也不是說什麼消防庫不是這樣 跟邪教合作 就是學生在下課途中 萬一有感覺有壞人 我們都是他的一個 避難的一個空間 就是旅館 當然跟這個社區 社區辦的活動 我們幾乎都參加 而且主動的拿門行李 就說我在你的地方 在生活 雖然已經21年了 我們都這樣做 慈濟 慈濟 從9月1地震開始 一開始叫做希望工程的5千塊 公司的不是公司付的 就是從那一個月開始 慈濟就來收管 大概一個月到目前為止 還回去的5千上下 那我就帶頭去過500塊 我就把我們家的小朋友講說 林宏傑扣一百塊 大家到底是誰 所以我常常就拿收集跟我孩子拿錢 我趕緊拿去 到現在 從希望工程轉換回現在不叫希望工程 不要叫什麼 然後9月21的時候 我兼了三十萬 結果台灣官方協會給我三百萬的收集 我說五千這未報銷 還拿去認識 那時候報紙有出來 一個小旅館兼三十 南亞海峽兼了五萬 八八水災兼了五萬 那這一次的日本的三一 我一家店兼了十萬 三家店兼了三十 這比較大廳也兼了三十 那納利颱風我覺得我也得了很多獎 這報紙上 就是開放很多的房間 因為納利颱風 包括台北市政府 南港那邊都淹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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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提供給他們雖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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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我新打造的飯店 我就學習日本會議制當作避難所 會議制當作避難所 那個扁壽也當靈異 閉嘴的時候就推到會議制來對 加床啊 加就要飯店 我想我們一起